年仅26岁的演员朱轩阳先前拿下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人气当红 没想到却被周刊爆料疑似趁着女友出国跟歌手吴卓元在河滨公园优惠热吻 事情曝光之后朱轩阳经纪公司回应感情太年轻处理不好 而吴卓元经纪公司则说两人因为工作结缘 因为被告知朱轩阳已经分手双方才会进一步相处 如今发生这样的情况对吴卓元来说非常错愕非常受伤 新生的演员朱轩阳先前拿下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 接演部首戏剧人气当红 出道时还大方承认和美妆网红Sindy交往 没想到现在却传出对感情不专一的消息 根据周刊爆料朱轩阳疑似趁着女友在韩国旅游时 和有着乡名老婆之称的歌手吴卓元 被拍到在河滨公园优惠还激情热吻 而女友Sindy疑似早就知情 先是发文写下总是学不会 之后还跑到吴卓元的IG上开枪 朱轩阳 吴卓元两人疑似是因为去年合作的电影爱情城市而结缘 事情曝光后朱轩阳经纪公司回应感情太年轻处理不好 而吴卓元则说两人因工作结缘被告知朱轩阳已分手才会相处在一起 对此Sindy这一度反击截图反问吴卓元你确定吗 炮火相当猛烈 而处境最尴尬的是时尚杂志 才宣布四月封面人物是朱轩阳 结果一觉醒来被爆出劈腿绯闻 已有不少人扬言聚满这起杂志 这也照不到